北非國家利比亞東部地區遭受到風暴吹襲 引發大規模的洪水 水退之後街道全部都是雷寧 道路和基建設施被沖毀 災害造成至少2,000人死亡 估計失蹤的人數達到5,000至6,000人 當局宣布全國哀悼3天 主要的建築物下半期致哀